大家好我是龙飞 今天是8月24号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涨停板复盘 那么首先呢 还是对我们今天大盘整体的走势 做出一个具体的一个分析 那么昨天的一个指数 是收出了一个十字星以后呢 面临市场的一个变盘方向的选择 那么在今天呢 指数是做出了一个向下的一个选择 那么上方整体的一个压力位呢 是在3300点附近 而下方的一个整体的运行空间呢 之前在星期天的一个文章当中 给大家做了一个解释啊 属于上行趋势的一个调整阶段 那么在昨天晚上的文章当中呢 也和大家具体说明了 短期指数运行的一个横盘正当区间 是在3200点到3300点 整体的一个区间范围以内 那么今天很多有朋友说啊 今天指数的一个大跌 是和任老爷子发表的一番言论 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 其实啊 完全没有必要去过多的 去解读某些企业家的一个言论 那么每一个人去发表一些言论的时候呢 可能或多或少的 都对于市场有一个影响 但是市场它有自身的一个规律啊 所以呢 我们只要整体去观看市场 整体的一个运行 不要被过多的一个言论所误导啊 但是我觉得任老爷子可能说的呢 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 所以呢 我们没有必要在指数出现下行的情况下 去找其他的一个原因 来去解决和解释 今天指数的一个下跌啊 那么再来看我们今天的一个指数呢 是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一个调整 并且呢 也是属于放量的一个节奏 那么今天的一个北向资金呢 同时也是再次流出了60多个亿 昨天北向资金呢 是流出了90多亿 那么昨天的指数呢 是没有形成大幅下探的 原因呢 是由于受到了证券板块的一个异动 那么今天的一个北向资金呢 是再次流出了66个亿 那么最为古怪的呢 是今天的一个厂内资金 今天的一个厂内资金 在10点半的时候 整体的BBT大单进额 已经流出了超50亿 那么在今天早盘10点半的时候呢 也在小圈子里 给大家做了一个风险的一个提示啊 那么说明短期内资金大幅的流出 包括整体的指数呢 也是跌破了3250点的一个支撑位啊 所以呢 也告诉大家 需要适当的去降低仓位 那么今天全天的一个资金流出呢 也是达到了200多亿啊 全天的一个资金流出量呢 一共达到了239个亿 同时呢 也是达到了近期流出的一个新高 那么原因是什么 就是由于3300点 一直都没有能够形成突破 导致市场的做多信心呢 是越来越低 那么在受到一些偏空的一个消息面影响呢 导致今天的一个指数呢 是发生了一个大幅下探的一个走势 那么之前周日的文章 包括昨天的文章当中 也和大家说了啊 目前的一个指数 下行的一个区间呢 今天的调整是属于上行趋势当中的一个调整啊 所以不必过多的去担心 即使是出现调整 那下方的一个位置啊 也能很明显的和大家说 下方的一个支撑位呢 就是在3200点附近 所以即使是出现下探 目前整体的趋势 还是在我们上行区域的一个上方啊 所以即使是出现大幅下探呢 对于很多的一个空仓的一个投资者来说呢 可能是一次更加适合建仓的一个机会 那么大家都知道啊 近期呢 对于很多的一个标的刚上车 尤其是连满的标的刚上车就出现了一个大幅打压 那么这两天呢 也是属于大幅吃面的一个阶段 那么今天的一个市场呢 再次形成了一个打压的一个阶段 全天整体的一个涨停版的加速呢 也是只有40加 那么去掉一些没有涨停的标的呢 可能再次达到了一个近期的一个新低啊 那么市场的越低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呢 可能反而是一种机会 因为我们整体的仓位呢 一直都是控制在6层左右 加上今天整体的一个BBT大单 在早盘10点半流出超50亿的时候呢 我们已经适当做了一个风险的一个规避 同时呢 也把仓位给逐步降低 那么在今天的涨停版复盘之前呢 还是先看我们昨天文章 对于大盘的一个点评啊 那么周二的市场呢 是出现了一个十字星啊 十字星呢 是短期即将变盘的一个信号 至于是向上还是向下 就要等待市场的选择了 周二呢 在北向之今大幅流出的情况下 还能走出十字星 其实对于昨天来说呢 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的难得了啊 那么周二呢 一共是上车了三只标的 都是属于小福吃面啊 这个中南呢 是属于吃大面 那么中南今天呢 也是再次处于一个跌停的一个走势 那么早盘的时候呢 也和大家说了啊 如果打到2.99的一个位置 打到跌停的一个位置 那么一定要是要选择下车的 那么盛星呢 目前今天呢 还是继续的留在了车上 那么漫步者呢 今天呢 也是直接跌破了五字线 所以中南和漫步者 今天呢 都是属于直接下车了一阶段 为什么盛星没有走 因为盛星呢 是属于相对低息的一个位置 是属于涨了以后 目前呢 是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一个调整 但是越接近下方的一个低点呢 相对来说呢 却安全啊 所以今天的一个盛星呢 是选择了继续留在车上 而中南和漫步者呢 都是属于大幅吃面 一个是今天跌停了啊 漫步者呢 是今天跌破了五字线 所以这两只标定呢 都符合指数的一个要求啊 所以呢 就直接下车了 找盘呢 也是一共选择到三只 都是找盘 在五个点内低开的啊 但是都吃面了 主要是前期的龙头不强 那么像之前的一些大港呀 或者等等的一些龙头标定呢 在短期呢 没有资金去做承接 市场的资金一共就只有十分 那么前期的龙头标定呢 已经套了四分 所以目前的一个接力资金呢 完全是不够的啊 所以市场想要走强 那么一定要有足够的资金去做接力 那么所以这也是大家 一直在评论区和我说的啊 目前的一个市场呢 是不不不适合去做这种追高的 反而更适合呢 去做这种低级啊 大家说的呢 也都没有错 那么市场的合力不强 加上资金面的流出 谨慎的情绪增加啊 对于中长线来说 是一直看多的 那么短期来说呢 3300呢 是一个小压力啊 那么周二呢 也是选择到了九家标定 精选到了一个金山金基 中远啊 还有一个呢 是黄石集团三家标的 那么之所以选择的标的不多呢 原因是目前的市场呢 已经有六成的仓位在车上了 只说呢 又没有站上六十字线 所以暂时呢 是无法加仓到八成的 只能维持六成的仓位 三只标的最多呢 是优化一下组合 目前三只标的都是在五的经线上方 所以选择到的标的呢 不会太多啊 因为目前呢 最多是优化一下组合 所以呢 也是只选择到了三家标的 弱势的行情呢 市场更愿意选择风险小的低吸标的 这样更加安全 而强势的市场呢 则更适合高风险的一个标的 目前的一个市场呢 是属于相对弱势的啊 所以对于风险较小的低吸标的来说呢 是更为适合的 那么大家说的呢 也都没有错 那么在这里呢 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相对的一个介绍啊 市场呢 其实是有弱势 半强势 以及强势的一个区分 对于弱势的行情呢 技术面分析是有效的 半强面呢 是基本面是有效的啊 而对于强势的市场呢 所有的标的都会上涨 目前呢 是处于弱势和半强势区间啊 也是以震荡为主 尤其是赚钱效应比较差的呢 均线附近的低吸呢 是更为适合 也是更为安全的 那么风险和收益呢 永远是成正比 放弃了风险呢 也就相当于放弃了部分的一个收益 所以呢 一定要把握好仓位来规避风险 以及利用好对冲来平均组合 为什么这一段时间 一直以来啊 都没有去选择去做低吸 因为之前市场出现下跌的时候呢 老粉应该都知道 当时呢 也是选择在20均线 骑吻附近的一些手板 我们去做了一个尝试 但是尝试了以后呢 逐步的当市场 逐步的开始骑吻以后 前期的一些龙头呢 再次形成爆发了一个合力 所以从中期以及长期去看的话呢 每个人的模式就已经形成了 那么为什么炒股会那么的难啊 因为炒股呢 是以关于人性的 是不断的认知和被认知 以及改变自己模式的一个情况下 是不断的否定自己的一个认知 因为每一次的市场是不同的 在强势的时候 我们需要选择整体的一个高风险 高收益的一个标的 而对于弱势的一个行情 整体的资金接力不强的话 我们需要适合更加的适合一些低吸 或者是均线附近的一个低吸 这么这样呢 更适合自己的一个模式 那么市场是不断在变化的 没有说哪一种模式 能够一直延续在弱势 半强势以及强势的行情当中 都是非常非常适用的 所以呢 每一次的一个行情 也是验证我们整体 一个标的的一个行情 所以从很多年以前呢 一直都是属于做龙头的一个阶段 那么大家的这种说法 比如说做低吸 目前市场肯定是更为安全的 但是如果你选择了风险小的标的 那么如果行情一旦齐文以后 那么这种你的整体收益呢 也会更小啊 所以为什么这也是一直以来 没有去改变自己模式的一个原因 一直都去选择龙头标的的一个原因 那么还有的一些朋友呢 可能说啊 比如说最近的市场呢 可能是盯上龙飞了啊 龙飞说哪一支票 哪支票就要跌 那么原因是什么呢 那么很多朋友可能比较纳闷啊 那么基本上有的时候呢 可能会在盘中的时候呢 给大家做一些提示 尤其是在极客定价以后啊 做了一些提示呢 这一些标的呢 很多的一个标的呢 都是有阻力运作的 之前和大家说过不管是这种连满的标的也好 还是市场经过长期调整的标的也好 每一支标的里面呢 都是有这个阻力在运作的 那可能有时候提醒过了以后呢 那么当时提醒了以后 可能就会有一部分的一个资金去买入 那么当市场的阻力看资金买入了多了以后呢 他们就会形成一定的一个抛压盘 因为阻力的筹码 它是根据当天上车 以及下车的一个市场风险来去做选择的 比如说目前属于高位的一个阶段 一旦市场买入的资金比较多 那么他们呢就会把手里的筹码逐步的给派发出去 那是如果说当天没有人去过多的关注这一支标的 它整体的拉伸呢 是没有任何的一个阻力的 包括后期再往上拉伸的话呢 同时也没有短线的一个资金去造成一个抛压盘 那么阻力呢就会放心大胆的去拉伸 但是一定在短期以内啊 如果说在短期以内啊 整体的资金拉伸的是比较多的 那么这一部分阻力可能会做一个洗盘 加上目前整体的市场呢就不是特别的强 所以这两天来说呢 也是处于一个吃大面的一个阶段啊 那么目前的模式呢 一直是也是没有改变的 一直呢也是选择这种高位的一个连板的标的为主 也就是希望等待市场逐步奇温以后啊 这些连板的标的 这些强势的标的 这些龙头的标的 可以继续发挥他们整体带动市场运行的一个作用啊 所以近期呢 也是依旧是没有选择低息为主 那么在昨天呢 也和大家介绍了一种选择七连羊战法的一个方式啊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 那么很多朋友呢 可能对这种战法呢还不太理解 包括在盘中呢 也有人和我说可不可以再多做一个介绍 那么今天在尾盘的时候呢 再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讲解啊 但是具体的某些标的呢 就不说太多了 因为每一只阻力呢 都是在里面经过了一个长期的震荡洗盘拉伸啊 如果说某一些特殊的事件 导致当天的一个买单较大的话呢 那么可能会影响主力整体的一个操盘计划 或者是改变当天拉伸的一个形式啊 所以呢 只能和大家去说具体的一个方法啊 那么今天的一个三只标的呢 今天中南文化呢 在找盘呢 是属于一个小幅的一个低开 低开以后呢 在这里呢 再次是出现了一个打压到2.99的一个位置 最终呢 也是出现了一个跌停 那么在找盘10点半的时候呢 也和大家说了啊 那么今天的BBT大单进额呢 整体的流出呢 是超50的 所以尽可能的要把我们整体的给仓位给降低 而且中南文化一旦是出现跌停 一定是要选择下车的啊 所以今天中南文化呢 是直接吃了一个大面 直接选择下车了 那么另外一只漫步者呢 今天整体呢 也不是特别的给力啊 也是由于大盘市场出现了一个调整 同样呢 也是跌破了五日线 其实这里的一个漫步者 是可以做一个守护的 因为目前整体的一个趋势呢 虽然说是跌破了五日线 但是整体的十日线是没有跌破的 今天为什么会选择漫步者下车 因为这两天亏损的幅度是比较大的 即使他在十日线能够起稳啊 但是呢 他也有可能会跌破十日线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 包括今天的一个BBT大蓝金额 流出超50啊 也是不得不选择把这只标的 给做一个下车的一个处理 那么任何情况下 都一定要把风险控制给放在第一位 这也是我一直和大家说的 风控永远是放在盈利的一个前面 那今天的一个盛心里呢 为什么没有去选择下车 那么盛心里呢 也是上车以后呢 就出现了一个打压 之前也和大家说了啊 那么下方的53呢 是属于近期的一个低点 那么再打到53附近的时候呢 是再次出现了一根放量的一根阳线 并且是突破了各条均线的 所以这里的一个双W的底呢 走的是非常完美的 那么目前即使今天出现了调整 对于目前的一个上攻区间呢 也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影响 而且这只标的呢 也是属于近期出现涨停的 那么主力的近期成本呢 也是在53元附近 所以即使是出现调整 即使是出现下探 下探的空间呢 也不会太大啊 所以只是需要耐心的一个时间 看后期短期来说 整体的里能不能够继续的去走强 而且也和大家说了 这只标的越往下 越接近下方的一个53 它是越安全的啊 并不是说它一旦接了接近到了53 就会出现打压跌破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只标的呢 今天同样是两层的仓位 继续留在车上 今天也是没有选择走啊 那么像其他昨天选择到的三字标的 像黄市呢 今天呢 也是处于一个打压的一个阶段 但是今天黄市呢 是给了上车机会的 但是这里呢 也是处于一个持平的一个状态 没有发生一个大幅的下探 全天呢 还是最终收了回来 那么第二只呢 就是金山金鸡了啊 也是近期市场热度比较高的 今天早盘呢 也是创下了近期的一个新高 目前呢 也是在五日均线的一个上方 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 尤其是在市场出现大幅调整的时候 其实对于很多的一个投资者来说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 尤其这里一旦选择了空仓 或者是清仓以后 你会有更多选择到优质标的 选择上车的一个机会 尤其是在五日均线 以及十日均线 以及附近的二十均线附近啊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支撑位 那么金山金鸡呢 今天呢 也是在五日均线的一个上方 那么另外一只呢 就是中原海特啊 那么中原海特这只标的呢 昨天是属于涨停 我们放到我们的一个自选当中呢 目前整体的趋势呢 也是非常不错 那么中原海特在今天找盘的时候呢 也是没有跟随大盘的一个走势 再次选择了一个拉伸 目前虽然说是出现了一定的一个断板 但是这里的一个断板呢 大家不要觉得 这里是阻力的丰满意愿不强 反而是阻力在做一个震荡洗盘啊 那么为什么就这么说 如果说相对的一个低位 某一天的时候 在涨停板的过程当中 是出现了一定的一个断板 大家一定要记住是低位的断板 而不是这种高位的断板啊 那么这里的时候 阻力一旦觉得在后期 有机会继续去拉伸的话呢 他不会在这个位置选择 把板封的死死的啊 因为一旦封死了以后 那么对于这只标的 很多有信心 或者是没有信心的投资者 都会觉得第二天 会有更高的一个溢价 那么阻力在这个位置呢 就收集不到更多的一个筹码 但是如果没有形成封板的话 尤其是这种连连续续 断断续续 尤其是打压再拉伸的这种 是非常非常考验 投资者心里的一个情绪 因为股票是什么 股票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博弈啊 那么一旦对于心态 稍微不稳的一些投资者 选择在高位啊 目前的一个位置 把这些标的卖出了以后呢 那么阻力如果觉得 后期有继续拉伸的一个空间 那么就会在相对高位 继续收集我们的一个筹码 那么这里的一个筹码呢 也是叫做涨停板洗盘法啊 通过涨停板 不断的打开 再跌停啊 不断的打开 再封板 打开再封板 断断续续啊 持续的去收低筹码 那么这种方式呢 也是非常非常考验 散户投资者耐心的一个方式 一旦你选择了下车以后呢 那么继续 在选择拉伸的过程当中呢 很少有散户 会再继续去选择最高啊 那么我们再看 今天的一个三次标的 今天呢 也是做了一个分析 今天中原海特 只有一支是形成了一个 继续上攻的一个走势啊 其他的两次标的呢 一个持平啊 另外一个呢 是在五次均线左右 那么再往下呢 去看我们的一个文章 那么场内的一个资金呢 其实还算稳定啊 没有大幅流出 主要是北向资金呢 是流出了90多 市场呢 没有选择跟风 短期3300呢 还是一个强压 虽然证券呢 是出现了护盘的动作 导致只说 没有出现大幅下滩的走势 说明市场呢 并不想再次出现恐慌盘啊 证券呢 也是起到了护盘的作用 十字心 也是面临方向的一个选择 大概率呢 还是在3200到3300之间 区域震荡为主 那么为什么在这里和大家说了 明显的是在3200和3300 而不是3250点和3300点之间呢 因为十字心一旦出现了以后 因为前天呢 是刚刚试探过3250点的一个支撑 是形成了一个有效的一个支撑 但是目前整体的一个趋势 在上行空间的过程当中 下方最强劲的支撑点 就是目前的一个3100 3200点附近啊 也就是这里所对应的一个 3194点的一个位置 正好呢 是在趋势线的一个上方 那么目前的一个趋势线 是在前期证券的一个带动以下 是突破了 所以一旦下探导下方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在这里的一个位置 会成形成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支撑啊 所以大家即使今天出现了调整 大家也不用过于的担心 对于仓位较轻的投资者来说呢 反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上车机会啊 那么短期来说呢 依旧是以区域震荡为主 那么在今天呢也是直接打到了3200点附近啊 但是呢 今天呢也是没有打到3200了 可能明天呢 还会有一个惯性的惯性的下冲动作 今天呢也是跌破了所有的一个均线 那么在短期之内 市场经历过一个洗盘以后 那么整体的一个轮动呢 将会再次发生改变 那么下方的一个强力支撑位 同样呢也是在3200点附近啊 那么再来看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六维战法 六维战法呢 也是平分平分到5.5分 对应的呢也是五到六成的一个仓位啊 那么政策面的消息呢 是降准降息 人是有空间的 其实对于今天啊 对于这个保险板块呢 其实还是想起到一定的护盘动作 动作 但是呢 还是没有受到今天厂内资金的一个大幅抛压 那么这种大幅抛压呢 也是由于近期 整体的指数呢 一直没有突破3300点的一个区间 导致市场的信心不足 那么对于市场的宽松货币政策 上行是非常有利的一个条件 所以对于中长期来说呢 我一直都是属于看多的 那么正常面 正常面对于市场来说呢 依旧是肯定的态度 3200到3500这个区间呢 都是正常的一个波动范围 所以今天呢 尾盘收到了3210多点呢 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个区间 所以大家呢 没有必要过多的去恐慌啊 尤其是盘中的这种恐慌性的抛压 但是为什么今天要选择下车 就是怕这种恐慌性的抛压波及到个人啊 所以呢 消息面呢 也是部分公司是发布了利好 主要呢 还是新能源 锂店 那么这一波调整过后呢 我们就要看哪一个板块 能够率先成为市场的一个龙头 之前带动市场反攻的 比如说这种新能源汽车呀 但是新能源汽车目前的 很多的消息呢 是属于一些 并不是非常太好的一些消息啊 所以导致呢 今天的一个新能源汽车 比如说像之前的一个江外汽车呀 在盘中呢 也是属于跌停 那么对于市场呢 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力 所以呢 也是只能维持5分 人气面呢 是多空双方均衡 同样呢 也是维持5分 昨天整体的指数呢 是收出了一个十字心 也是变盘的一个信号 那么资金面呢 场内有证券板块支援移动 北向呢 资金大幅流出 两者均衡发展 所以呢 也是维持4分 昨天是由于北向大幅流出 所以导致的资金面 整体的评分的不高 那么技术面上呢 是有60线没有突破 下方呢 加上3300点的压力比较大 没有好的消息面 引导很难有所突破 所以今天呢 在一些可能市场解读的偏空消息影响下呢 导致了市场是出现了调整啊 那么基本面呢 将维持横盘正当的走势 下方调整的空间呢 不会再大 维持6成的一个仓位 那么目前啊 我觉得目前指数下方调整的空间呢 应该是在这一条均线的一个上方的 所以即使出现调整 那么3200点呢 同样也会形成一定的一个支撑力度啊 所以大家不用过于的去担心 那么解读完我们的一个文章呢 再看今天的一个涨停板 那今天的一个涨停板相对来说呢 就少了非常非常多啊 可能连40多家都没有 那么我们同样也是一直一直的来看啊 那么六立元科技啊 这两天涨得是非常猛啊 从下方的一个这个11.5 两天的拉伸就拉到了16.8 但是呢我们依旧不看 那么和大家分析完今天的一个涨停板以后呢 再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关于气氧战法啊 那么再接着我们首先来看今天的一个涨停板 看能不能够选择到一些适合的一些标的 这支标的应该是净利润为负的啊 净利润为负的基本上暂时是不看的 所以生物节能呢 今天也是没有去选择 昨天呢同样也是没有去选择 这支标的也是30版 那净利润呢也是为负的 那么并不是说这种净利润为负的不可以操作 还是根据个人的一个习惯啊 也是为了规避适当的一个业绩风险 这种短线的呢 基本上呢也是不看的啊 所以呢也是只要净利润为负的 基本上都是直接过 那么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那么有朋友呢可以继续的去关注啊 凤凰传媒啊 凤凰传媒我们来索一下啊 那么从这里开始 之前有的朋友呢不太明白 七阳战法整体的一个使用 那这里再做一个讲解 七阳战法呢是连续的7天 1234567 7天的时间呢都一定要是收出一根阳线 阳线收完了以后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每一天阳线的涨幅不能够超过5% 包括盘中的一个最高点 都不能够超过5% 并且下方的一个成交量呢 不要有明显的一个放量过程 那么经过了这里的七阳战法呢 是阻力收集筹码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信号 那么收集完了以后呢 在后期会有某一天啊 一根阳线的涨幅会超过5% 5%呢是比较保守的一个估计 那么这里的凤凰传媒呢 是连续了两天出现了一个拉伸涨停的一个走势 所以说在技术面上去分析 像这种七连羊呢 一定是有阻力运作的啊 一定是有阻力在连续控盘的 以及吸筹的一种方式 所以但是这种标的怎么样去选呢 那么四千多只标的 不可能一直一直的去选啊 那么再待会呢 再给大家讲解一个选股啊 这里的一个选股的一个使用方式 那么呢 我们首先啊 把它加到今天的一个自选当中来啊 做一个关注 看这种连续上升的一个标的 在后期整体的一个表现如何 今天凤凰传媒呢也是连续的二板拉伸 加上突破前期的一个高点 并且呢是属于涨停 整体的走势呢 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我们加入到这里呢 并不是告诉大家说 一定要有机会去买入 那么目前的一个市场当中 就像大家说的啊 并不适合去选择最高 而更适合呢去做低吸 我们选择到这样龙头的一个标的 是发现主力的一些 操作以及控盘 以及拉伸洗盘的一些手法 并不是说一定要大家去选择去上车 我们可以关注去学习去掌握主力的这种运行方式 以后如果再有机会遇到这种方式了 那么你选择上车或者是下车 就会有更大的一个把握 那么历史的经验呢 也是可以让我们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啊 那么我们再接着去往下看 道明光学 道明光学目前的一个趋势呢 也还是不错 也是属于主升浪的一个过程 那么主升浪也是属于 在连续的上攻过程当中 红柱多叶绿柱 并且接连的三天呢 能够创下近期的一个新高 下方的量能呢同时也要出现放量 并且在调整的过程当中 一定不能够跌破二十多线 这几个条件都满足 才能够称作是主升浪 那么目前这只道明光学呢 也是连续的形成了一个突破啊 并且呢站不着线上 走的呢也是非常稳 像这种有阻力运作的 有机构运作的 大家呢可以适当的去关注 适当的去学习啊 那么我们接着去找一些 强势的一些标的 这种标的呢 就是属于这种趋势了啊 西部创业 目前呢也是属于一个手板 大圆啊 大圆呢 目前也是连续的形成了一个突破 在短期之内呢 也是非常啊 非常聪明 这里的一个阻力呢 没有选择连续的拉伸 而是选择和飞龙整体一样 拉伸过以后调整 再拉伸再调整啊 基本上呢 两天调整一次 不会受到市场过多的一个关注 而且呢 也不会受到一个监管层面的一个监住啊 所以这只大圆梦宴呢 目前也是属于创下了近期的一个新高 整体的趋势呢也是不错的 我们也把它加到我们的一个资源当中 德龙啊 德龙目前呢 也是走入了一个四连板 为什么我对四连板的标的这么的去执着啊 因为只有你达到四连板以后 市场的关注度呢 才会更高 那么这个时候呢 如果市场的一个行情比较配合的话呢 那么可能会走出连续拉伸的一个走势 那么受到一定的一个新规影响呢 可能整体的走势呢 没有那么的强 但是像大港一样啊 那么市场的关注度越高 那么资金的关注度同样也会越高 这也是为什么近期一直以来 没有选择去换方式的一个原因啊 那么这只标的呢 同样我们加到今天的一个资源当中啊 雪地龙目前呢 也是二连板 加上一个主升浪的一个上攻行情 这里的主升浪就出现 这里的七连阳战法呢 就出现了一个阴线啊 在七连阳战法当中呢 是不能够出现阴线的 最好呢 是能够走出七连阳的一个走势 中广啊 中广目前呢 也是近利为负的啊 近利为负的 暂时就不看了 东旭蓝天也是近利为负的啊 那么新华这一支是惠威 惠威呢 也是突破了前期的一个平台 目前呢 也是走出了一个三板的一个走势 市场的关注度相对来说 也还是比较高的 龙肌中 黑芝麻 黑芝麻应该是属于农业板块啊 今天在盘中呢 也是直接出现异动啊 直接出现一根 这种放量的一根阳线 那么今天呢 也是属于一个涨停的过程当中 也是属于一个手板 那么海汽集团 海汽集团今天呢 在盘中的时候 也给大家做了一个讲解啊 那么这里呢 就再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讲解 那么这里的一个起来羊 走的是比较标准的啊 12345678啊 那么同样呢 在这一天呢 走出了一个竞争探底以后 今天呢 是属于一个涨停 像这只标的啊 同样呢 但是这里呢 是近利为负的啊 基本上近利为负呢 是我是不会考虑的啊 而且前期呢 有过非常高的一个拉伸 市场的关注度 它的一个历史背景啊 如果说一旦起势的话 那么市场的关注度 依旧会比较高 但是只要是近利润为负的 基本上呢 我都不会去看啊 所以今天的这个海汽集团呢 也是在盘中和大家说了 但是呢 也是没有去选择上车 只要是近利润为负 基本上呢 都不会过多的去关注 那么目前的一个走势呢 也是属于下方的一个低位啊 并且是属于一个涨停 而且这只海地集团呢 同样涨停呢 也是主力呢 利用了一个涨停满洗盘的一个战法 那么这里呢 不断的打开 不断的打开去 不断的去考验 投资者一个心理的一个承受能力 如果你对这只标的短期来说 不看好的话 你就会选择卖出啊 而主力呢 就会适当的在高位 去把筹码给收集到自己的一个手中 这里呢 也就是刚开始和大家说的啊 像这个中原海特 说了这个 利用一个涨停满洗盘的一个战法啊 那么再接着就往下看 果桶 果桶呢 目前也是属于一只板啊 那么目前基本上呢 是没有过多的了 中原海特啊 就像刚开始和大家说的 利用高位的时候 不断的去打开 那么对于短线啊 或者是不看好的这些投资者呢 会选择下车 下车了以后 主力会收集到重码以后 继续去选择拉伸啊 那么这里呢 也是运用到了 但是这两只标的不一样 那么像这个海运呢 它是属于一个低位的一个洗盘 而这种呢 有可能主力会选择在高位 选择一个出货啊 这就是低位和高位 二者洗盘 以及这个散发筹码 不一样的一个模式和逻辑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应该就已经全部都选完了啊 今天呢 也是也选择到了四家啊 还不错 还能够选择到四家 那么这四家标的呢 同样会在晚上的文章当中呢 再次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解读 那么再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七阳战法的一个选择方法 那么在这里呢 是有一个选股的啊 我们点一下选股 然后呢 再选择七连羊啊 七连羊 选择以后选择回车 七连羊 然后呢 选择回车 回车以后呢 就能够看到这几只标的了 那么一定要记住啊 那么这选择到的时候呢 一定整体的拉伸幅度呢 不要太大 那么最好呢 能够每天都是小阳线 但是涨幅的空间呢 不要超过五个点啊 那么今天呢 也是这四肢 同样呢 也是没有选择到 那么ST的基本上 我们是不看的啊 那么这里呢 就是一个枪战法的一个 选择到的一个具体思路啊 如果有不懂的呢 可以看一下这个海运 包括凤凰传媒 这里的一个七连羊啊 就以这种形式的 是最为标准的啊 那么今天的一个涨幅复盘呢 就和大家说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